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几百上千年以前 这座城里的罗马人又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的食物好不好吃 他们说着怎样的语言 卡皮托山上的神庙 在曙光中又会呈现何种景象 如果你对古罗马的文化习俗抱有一丝好奇 这本书会满足你关于那个神秘国度的所有想象 这本书的作者阿尔贝托安吉拉 是意大利的古生物学家 作家和记者 同时也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科普工作者 他一直从事考古现场的发掘和研究活动 撰写了许多部关于古罗马的历史著作 在这本书中 作者好像架设了一台摄影机 从方方面面让我们观察到了罗马人当时的生活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你仿佛跟着作者一起走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里 探寻这个城市两千年前的模样 你会了解到 罗马这个延续了千年和我们的文明同样古老璀璨的文化 是以何种样貌呈现的 在今天的解读中 我会带你从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 了解罗马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 罗马有名的拖家长袍怎么穿 罗马人心中的地道美食什么样 罗马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先进的下水道 住所想必也很舒适吧 作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人到底是如何穿行于大街小巷之中的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跟随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我们常常在电视剧和电影作品中看到罗马人穿着背单式的长袍 现实中的罗马人也是这么穿吗 听起来很不方便的样子 穿上这样的衣服 他们还能动吗 即使这样的长袍看起来不好行动 可实际上却很舒适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也是这么穿着 比如印度的沙利 就是类似的裹身长袍 如果能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大街上 你会发现一个普通男子穿着就是这样的长袍短袖加凉鞋 非常简单 但穿起来可就复杂了 罗马的长袍不是一般的长 如果在地板上将一件长袍摊开 它的形状是半圆形 直径达到5.5米 往往需要奴隶的帮助才能够穿好 穿着时 主人要直挺挺地站着 门死不动 奴隶将毛毯一样的长袍 披在主人的双肩上 同时还要留意不能让左右等长 要把一部分留得非常长 一直垂旋到地上 然后提起袍子的顶端 从一边的叶下穿过 然后绕胸而过 盖到脖子上 在脖子上绕一圈 在锁骨下用别只固定住 这还不算完 最后还要把剩余的部分 绕到主人身前 塞进前面的层次里 可能你已经听晕了 完全不记得要怎么穿 不要紧 你只要知道 最后的效果是 主人相当满意 如果你退远点可以看到 这个人一个手臂是空着的 另一个手臂 则被布料半遮掩着 贝勒不让长袍掉在地上弄脏 穿着的人 得不断地举高手臂才行 即便穿着如此麻烦 长袍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它是罗马文化和文明的象征 只有罗马公民才能穿 向外国人奴隶 这都是不允许穿的 脱家长袍 也有表明穿着者身份的目的 比如一种白色香边的长袍 象征着穿着者受到保护 通常只有元老院的元老 和十四岁以下的男孩才能穿 而有一种华贵的紫袍 用的是远在东方提尔城的紫色贝壳 才能够染出的颜色 据说几十万只贝壳 才能染出一件 通常只有地位最尊贵的人 也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才能穿 说完了男人的着装 我们再来说说女人 女人的穿着 也是类似短袖上衣的衣物 称作斯托拉 只是斯托拉长制脚面 看起来比长袍更加优雅飘逸 与希腊风格的宽大衣袍 有几分相似 通常会在胸下有一条束腰带 用来强调女性的身材 早些时候 罗马的衣料通常是羊毛 或者是亚麻制成的 后来罗马人爱上了丝绸 衣物才变得轻薄 但是罗马并不产丝绸 只能从我国进口 由商队横跨蒙古草原 亚洲沙漠 最后抵达地中海 这条路被称作丝绸之路 一匹丝绸要经过 长得不可思议的旅途 才能变成一件斯托拉 因此丝绸的价格也非常昂贵 但是昂贵的价格 抵挡不住罗马人消费丝绸的热情 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曾痛心疾首地说 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浴血奋战 所获得成果也不过是换成了 富人身上的一件丝绸衣服 有了漂亮衣服 但没有饰品 总像是缺了点什么 罗马人钟爱戴黄金饰品 喜欢有尸头和舌头装饰的 壁镯和夸张的耳饰 罗马的晚宴通常是女性炫耀首饰的场合 经常会看到 带满了夸张饰品和各种形状戒指的女人 但是也有别出心裁的 比如曾经出土过一件罗马早期饰品 是一个透明水晶覆盖的戒指 水晶里有一座雕刻精细的半身雕像 我们能清楚地看见雕像的五官 这个饰品就相当于那些放着孩子 或者双亲照片的坠视项链 现在也经常看到有人戴 但是这个习俗根源 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说完了罗马人穿什么 我们来到下一个问题 俗称灵魂三问 就是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罗马的早餐相当丰富 卡路里很高 通常我们平常见过的面包 可颂 蜂蜜 牛奶 乳酪 水果 都是应有尽有的 甚至还有肉类 当然 这指的是罗马的有钱人家 贫穷家庭就只能凑合着吃 而且往往吃不饱 对于罗马人来说 早餐是一天中的大餐之一 午餐吃的反而比较简单 一般罗马人吃完了早餐 就准备开始新的一天了 通常他们的行程都安排了各种会晤和会议 所以对口腔卫生还是比较重视的 当时市面上已经开始售卖有香气的药片了 罗马人也很注意牙齿健康 经常会使用牙签 贵族比较讲究 他们的牙签都是银制的 大约是叉子般大小 一端长耳扁用来清洁牙齿 另一端是汤勺状用来挖耳朵 这可千万不能拿错 简单地处理一下事情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 又该吃午饭了 罗马人通常会选择在酒吧吃一顿简单的午餐 酒吧的布置都很简单 通常有一个长长的柜台 然后是几个双耳酒瓶成排的摆在角落 既卖酒也卖简单的可以带走的便餐 你甚至可以站着迅速吃完 这和今天的意大利人的咖啡吧很像 在那里你可以站着喝咖啡吃早饭 罗马人的午餐主要有豆子 水煮蛋 橄榄 羊肉 奶酪 烤鱼等等 有一家饭店的墙上 画了一个装豆子的盘子 一些装橄榄的杯子 和两个圆圆的东西 也许是石榴或是乐器 后来考古学家在发掘的过程中 也发现过一幅类似的诗壁画 他们认为这种诗壁画 是画在墙壁上的菜单 好像在告诉过往的路人 我们给大家提供美食 饮料和好听的音乐 过了几个小时 终于熬到了今天的重头戏 晚宴 罗马的晚宴开始的时间有点早 大概是下午的四五点钟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早 大概有两个理由 第一是当时还没有电 所以最好趁着还有天光的时候活动 第二个理由就比较实际了 罗马人的午餐很简单 所以人在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 难免就会鸡肠碌碌 晚餐能填饱人们的胃口 让人熬过没有食物的满满肠叶 晚餐就晚餐 为什么要说晚宴呢 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 晚宴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 甚至比我们日常和朋友们 共进晚餐还要多 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对于罗马的富人阶层来说的 对于普通人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假如此刻你正站在举办晚宴的宅子门口 刚好能够看到 有一辆轿子停在了门前 一对男女同时下了叫 他们眼前铺开一块地毯 这对夫妻以尊贵的步伐 走入了宅子的前厅 跟随带路的奴隶 通过一道长廊和收集雨水的成雨池 就到了又宽阔柱廊围绕的花园 花园里还有大棚架和喷泉 希腊和波斯的青铜雕像 不时有几只孔雀在幽暗的小树林里转圈 这对夫妻抵达举办晚宴的前厅时 会被带入座位 他们坐下干的第一件事 不是打招呼 而是洗脚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洗脚 会有奴隶帮他们脱鞋 并且用芳香的水为他们洗脚 因为在这场宴会上 他们不是坐着 而是要在一个榻上 光着脚躺着 可躺着怎么能吃饭呢 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别担心 每个座位上都放了一个黄色的大枕头 躺椅微微倾斜的 靠桌的那侧比较高 客人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的彩色 同时 他们可以一只手撑着这个靠枕 另一只手举着餐盘 拿食物往嘴里送 罗马没有叉子 他们的食物都是切成小块 刚好够一口的量 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叉子 所以等吃了一会之后 就会有两名奴隶走进来替他们洗手 他们所用的水 是散发着玫瑰花瓣的方向 然后会用精美的 带着刺绣的精美亚马手巾擦干 法院上 讨论政治话题会被视为不实大体 所有除了政治之外的话题都可以讨论 包括玩笑和俏皮话 讨论诗歌则是更好的选择 会让宴会显得更加正式而高雅 一位希腊出生的奴隶 会在此时为他们吟诵希腊文诗歌 有乐师以七行琴为他伴奏 诗歌是开始上菜的讯号 转眼间大家都停止聆听 把注意力集中在上菜的奴隶身上 奴隶取着大托盘 上面堆满了圆锥状的冒着热气的食物 看起来像是成牌的小火山 宴会的菜肴 就像演唱会的节目单一样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有的贵族晚宴以精致和奇特著成 务必要让宾客做到终身难忘 宴会上有烤制的睡鼠和火鹤 仓路舌头泡在蜂蜜酱里 这些都算平常 有一次一位元老准备了一道大菜 塞满了活灸的庞大烤猪 周围围绕着吸奶的面粉小猪 这道怪菜震惊自作 罗马著名的厨师阿皮西奥 曾经编写过一本料理手册 叫做厨艺 里面收集了468道食谱一本 相当于米其林大师出版的菜谱 在罗马蜂蜜一时 阿皮西奥除了是位厨师 还是个有钱人 但是后来因为举办了太多奢华的晚宴而破产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宝格 一位宾客因此吓了一跳 把半杯葡萄酒破到了地上 宴会的主人听到后却面露笑容 原来罗马的餐桌礼仪和我们现在的大相径庭 打格不但不施礼 还是文明的象征 用罗马哲学家的话说 这是遵循自然 因此也被视为是真正的真理 这个习惯现在还遗留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 宴会的主人期待宾客打格 将他视为对食物的真诚赞赏 宴会即将结束 仆人们端上甜点和水果 就是苹果 葡萄和乌花果 但自从罗马人向东开辟疆土之后 桃子和杏仁也开始出现在宴会的餐桌上 一位宾客从盘子里拿着一颗乌花果 欣赏了半赏 大声地喊了一句 加太鸡必须毁灭 然后吃了一口 其他人则微笑地表示赞许 这里是有典故的 说这句话的人是老家徒 他对罗马的敌人加太鸡重新崛起 感到忧心忡忡 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提着一栏无花果来到元老院 对元老们说 你们知道这些无花果是何时采收的吗 三天以前在加太鸡采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城墙之间的距离 据说正是因为这句话 元老院都投票赞成 发动对加太鸡的战争 他这句加太鸡必须毁灭 也成为了名言 没想到一只无花果的背后 还隐藏着一段历史 参加晚宴所在的宅子 叫做多姆斯 是罗马常见的富豪宅邸 也是罗马精英们的居所 这样的豪宅外景 通常很是朴素 并不起眼 用一道厚重的大门 把房子和街上的喧嚣分隔开来 进了门却豁然开朗 参加晚宴的那对夫妇 被努力领着在宅子里转来转去 为的就是欣赏到这个宅子的每个角落 每处布置和每件艺术品 参与宴会的人也乐于这样做 因为这是一个细心观察 这座宅子的好机会 倘若有什么好的想法 也可以用到自家去 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 这样的宅子在罗马有1700多座 但是当时罗马的总人口 就有超过100万人 所以大多数人住的是相对廉价的公寓大楼 跟那样的豪宅相比 公寓大楼是另一个世界 罗马的公寓大楼被称作岛 这个称呼是很形象的 只要数一数住在里面的人 就能知道称之为一个垂直的村落 或者村镇也不为过分 岛是古代世界里不折不扣的大厦 通常有六七层楼高 还不包括违规加盖的阁楼 公寓的一二层通常还是不错的 依赖于罗马发达的地下水设施 住在公寓的一层 甚至还能有做饭冲厕所的水 二层有阳台 还能够接触到阳光 相比之下 住在高层就没那么美好了 过去的楼是没有电梯的 只能靠走 住得越高爬得越远 房价也就越便宜 有些顶楼是成族人家盖的 可能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我们说的便利下水设施 跟楼上也没什么关系 高层楼的人需要提水 这些楼层只是用简楼的木板分割成隔间 转租给整个家庭或者完全不同的几个人 脏乱差 也没什么私密性可言 住在高层的人是没有钱买玻璃的 他们的窗户只能用木板 或者是透明的瘦皮帆布隔起来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他们想要一点天光的话 需要将窗户打开 让寒风吹下来 住在高层的人 如果不想下楼倾倒他们的排泄物 就得偷偷地跑到低层住户的窗户口倾倒 然后迅速逃跑 那倒就到吧 为什么要跑呢 罗马当时法律规定 禁止高空倾倒杂物 如果有人因此受伤了 还要加倍惩罚 即便如此 这种事也是屡禁不改 这些公寓很多都是木制结构 容易引起火灾 在尼陆皇帝统治时期 罗马曾经燃起了一场大火 因为房屋挨得太近 足足烧了半个城 说完了衣食住 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 行 有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中心 四通八达 各个行省都有大路跟罗马相连 非常方便 这句话也是由此而来 其中最有名的一条大路 是公元前三百年由监察官阿皮乌斯建造的 这条路后来被命名为阿皮安大道 连通了从罗马一直到南方的布林迪西港 是由整个石块切割而成 并且用混凝土相连 异常结实 被誉为罗马驻路的样板 但是当时所谓的大路也没有多宽 也就是五六米的样子 能容纳两辆车错身而过 走进罗马城里 路况可就急转直下了 走在狭窄逼塞的小巷里 你可能会大失所望 这些巷子窄的只能容纳两个并肩行走的人 接到两旁房子里的人 如果伸出手来都能彼此相握 这些路如此狭窄难走 是因为在这座城里是先有房子后有路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空间 已经如此狭窄的道路 有时还会挪作他用 比如有三十几位幼童 坐在街边的矮凳上背诵一篇文章 一旁小贩的叫卖声 工房里嘈杂的声响 丝毫没有影响他们 一位老师拿着木棒 在不停地巡视 在罗马是可以体罚的 看到稍有不顺心的学生 就会用木棒打在一个孩子的肩膀上 罗马诗人赫拉斯 却对他的老师念念不忘 称他为打我们的人 罗马人通常只上到小学 他们学会基本的听写和算术之后 就去工作了 而那些来自富裕家庭 不需要工作的小孩 会继续受教育 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等到十五六岁 他们将学习修辞学和雄辩的艺术 为职业生涯做准备 如果说小巷里的夜读生 让你对罗马的街道 有了些许好感 那么这次好感 在晚上会消失殆尽 因为晚上是另一个世界 因为狭窄阴暗 有些巷子 即便是白天 也需要用手来摸索前行 晚一些 如果停留在外面 会有生命危险 劫匪往往隐藏在这样的小巷里 如果有哪个参加晚宴的贵族 喝醉了酒 又疏于防范 很可能会在这样的巷子里 遭到截杀 早上起来 人们会发现一具冰冷的尸体 手指头还缺了一根 应该是劫匪为了抢走金戒指 把他剁下来的 在黑夜的掩盖下 劫匪抢光了他的财物 不留痕迹地逃走了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所以晚上要么别出门 要么多带人 到这里 我们就学完了这本书的全部精华内容 你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 了解了罗马的日常生活 你知道了托家的穿戴方法 也知道了其中最名贵的紫色托家 来自遥远的城市提尔 只有尊贵的执政官才能穿 罗马人很重视早餐 午餐吃得简单 晚宴是贵族阶级常见的社交手段 如果你是这个阶级的人 隔三差五的晚宴 是你不能推脱的日常 在晚宴上 你会见到罗马名厨 袍着的创意菜 也能够见识到 他别具一格的风俗 用打嗝来赞美主人 你还要知道两种常见的住宅形式 举办晚宴的豪宅杜姆斯 和平民百姓住的公寓纳厦 岛 住在岛里 不但四面透风 用水也是个大问题 最后 还为你介绍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 最著名的一条阿皮安大道 也提醒了你 罗马的小巷中隐藏的风险 书中的细节太过真实和详细 在读的过程中 我无数次感觉 我就是置身在罗马的街道上 生活在其中 这是读书的好处 因为读书是在扩展一个人的人生宽度 它让你不用刑犯礼路 也能够看到远方的风景 让你知道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方 还有一个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风格迥异的国家 它和我们的中华文化 同样灿烂而幽远 辉煌而璀璨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古罗马文化感兴趣 觉得意犹未尽 推荐你读读这本书 希望与你相约在下本书的学习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